男人只是将洗脚水喷在了小镇模型上 不料外边的天空竟下起了瓢泼大雨 男人大为震惊 本以为只是机缘巧合 接着再次对着模型使劲喷水 离奇的是 外面的大雨越下越大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 将路人淋成了落汤机 男人赶紧打开窗户查看 令他诡异的是 雨水的温度正和他洗脚水的温度一样 难道这个模型可以控制现实世界吗 为了证实所想的一切 他赶紧查看模型 找到模型中自己所在的位置 真的通过窗户 看到了迷你版的自己 他这才意识到 这个小镇模型竟和小镇一模一样 并且他可以通过这个模型 任意控制小镇 接着男人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首先 男人利用一瓶廉价的指甲油 在模型上找到女生的餐馆 仅仅几秒钟 就将餐馆刷得成亮 女人见状大吃一惊 他并不知道是大壮所为 只留下他在一旁默默窃喜 回去的路上 大壮发现一位老太太摔倒在地 热心的大壮连忙上前搀扶 甚至人民群众写给政府修路的意见 而意见箱都被投满 镇长也不为所动 无奈之下 化身为上帝的大壮 决定帮助群众完成心愿 树立哪里有问题 就解决问题的概念 只见他将抠出来的鼻屎 轻松将坑填满 而现实中的路面也瞬间平整 为了让小镇焕然一新 他开始收拾小镇的垃圾 将枯萎的大树连根一同拔起 整个小镇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甚至走夜路没有灯 他直接写下广告牌 一气之下 他开始转变风格 男人将一块狗骨头 随手扔在模型上 下一秒 狗骨头如同巨石般 被摆在路中间 一旁的旺仔看到后 不停地流下口水 这还没完 男人为了报复镇长 看着镇长刚买下的新车 他立马拿出一粒石子 随手朝着车子抛去 只见天空中顿时出现一颗陨石 等到第二天 小镇上出现大量吃瓜群众 镇长看着心爱的车被砸坏 他瞬间暴怒 觉得有人故意搞破坏 不停质问 到底是谁干的 一旁的居民见状纷纷嘲笑他 愤怒的镇长随手抓起一个画画的小孩 他觉得小孩子嫌疑重大 要将他送进橘子 这种行为 瞬间引起群众的不满 指责他 作为一阵支掌 竟如此蛮横无理 眼看自己的形象即将崩塌 他立马变得冷静下来 笑嘻嘻地跟众人服软 认为刚才只是在表演 为的就是将幕后黑手揪出来 没想到 一番操作 却引起大家的不满 接着 他抓住居民的心 立马进行了一场完美的演讲 表示以后小镇的规模会越来越好 每家每户都会过上小康生活 一阵洗脑过后 人民群众听后 反而变得更加信仰他 这让大壮瞬间懵逼 给镇长的教训 却让他得到了大家的信任 但他不死心 决定要给镇长一点颜色看看 他透过窗户 发现镇长走在路上时 将一只蜘蛛放在了小镇模型上 不料蜘蛛的体型增大了上百倍 镇长看到 直接被吓得压麻呆住了 这个男人是统治现实世界的化身 只见他在模型上喷水 外面的世界开始下起磅礴大雨 扔出一粒石子 天空中瞬间出现陨石坠落 为了整股贪污的镇长 甚至将自己的宠物也扔了出去 渺小的蜘蛛 瞬间增大几百倍 这把镇长下的屁滚尿流 男人见状十分高兴 接下来 男人专心整改小镇的建设 一时间 小镇上的广告牌 吸引大多居民 但没想到的是 大壮的好心 却害了整个小镇 不料灯牌超复合 导致电路直接短路 因此 小镇陷入了停电危机 居民纷纷找到镇长 要求他立马恢复电力 可镇长却没有呼风唤雨的本事 眼看镇长也无可奈何 居民对着他蜂拥而上 一旁的大壮实在看不下了 立马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才是他们心中的救世主 为了使他们相信自己 随即来到模型前 点燃一根火柴扔了下去 下一秒 小镇上立马呈现一道火焰 居民这才相信 大壮所说的都是事实 就在大壮利用小镇模型 恢复电力的空隙 镇长一脚踹开房门闯了进来 立马就要抢夺眼前的模型 将小镇改造成黄金城 可大壮并不同意他的计谋 一阵争夺过后 模型突然倒塌在地上 随即而来的是 小镇模型陷入一场地震 现实中的地震也如约而至 小镇立马变得破烂不堪 但现在模型已坏 小镇上已经完全无法恢复 但意外的是 一颗金戒指却掉在了模型上 为此 小镇上不仅没有被覆灭 反而变得更加强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所有的一切都来之不易 我们一定要加倍珍惜现在的一切 关注豆豆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